哈喽 我是凯莉 很多人都对女生的包包都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分享一下 我包包里面有什么东西 其实我以前都是比较喜欢用 比较大一点的包包 自从就是常常需要去小包的学校 带很大的包包很重 因为他们学校有很多的坡 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 就把我的包包越带越小越带越小 所以我大概出门就带一带这么大的包包 它叫做Rebecca Minkoff 我个人觉得它的价位它的东西CP值算很高 我印象它原版了一万多块 然后打完折我印象中我只有买两三千块 它原本是一个腰包 可是呢我把它腰包放到最大 所以就是它可以鞋背 它这边会做一个有点像是流苏的感觉 我现在为什么会在车子上呢 找到想要上的东西很多家里附近不一定会有 它的大部分的课程我都是需要赔的 那现在我是在它那个上小停车课旁边的停车场里面 所以我拍给大家看 这里面现在是完全是满的 出门我都会带这个 它是Vita500 一个礼拜我会喝个两天或三天 维他命C比较多 我说妹妹晚上就睡不好 所以我就一定会喝 要不然就是会肤质变得不是很好 这个在韩国的任何便利超商都有 味道就是很柠檬C橘子口味那种 这个也是维他命 也是VitaC 这个是乐天出的 它就柠檬口味的 然后它主要就是给 就像喝酒或者是熬夜 或者是说最近皮肤状况不好的人就是很适合吃 它在韩国的便利超常都找得到 然后再来就是我出门 因为韩国到夏天的时候呢 冷气都很不强 韩国人很爱喝那种就是汤类的东西 或者是烤肉腌很多 所以我出门都会自己戴电风扇 它很小哦 然后又可以挂在脖子上面 它的好处就是如果你在吃饭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折起来 它就直接放在桌子上面 USB可以充电的 所以还蛮好的 再来就是一定会带手机嘛 出门一定会带充电器哦 我不会另外再带线 会有两个头 一个就是苹果的头 另外一个就是一般的三星 或者是任何Android系统的头都可以 手机它可以充两次左右吧 再来有时候手机拍照呢 虽然就是很多都还蛮不错 想要更广角一点就没有办法拍 我有时候就会另外再带一台相机哦 这台相机是那个CASIO的 这卡我已经买了一段时间了 然后它还蛮方便 就放在桌子上面也可以照顺 再来就是我一定会带气垫粉柄出去哦 要不然就是装花了都不知道 再来就是我出门一定会带口红 然后大部分我都会带两支 因为呢我这一支口红是咖啡色的 然后呢这支口红呢是比较偏粉红色的 有时候就是去学校就是口红不能擦那么红 虽然韩剧里面口红都擦非常的红 可是生活上有去学校类 其实真的没有人擦这么红出门 如果说今天我可能是要拍照 或者是跟朋友出去 我就会擦比较红 再来就是我会带绑头发的 再来就是我的皮夹 我以前是那种长甲 问题是一旦到小的包包我就装不进去了 所以呢我之后就开始换成比较小的皮夹 这边就是全部都是卡 这边就是全部现金嘛 像这种零钱我就会带回家以后 放在那个存钱筒 然后存满一点我就直接去银行 把那个钱直接存到户头里面去 在韩国基本上刷卡都可以 我的哪一个包包其实都塞得进去 我觉得还蛮方便 你看那个比例就知道它真的很小 我平常常用那支手机是苹果的手机 出门的时候需要戴耳机 那我就会戴AirPod 然后这是它的壳 就会把它挂在包包上面 还蛮方便的 再来就是车钥匙嘛 我爸跟小包都非常喜欢乐高 就买了很多乐高 那有一次我爸就买了一块板 就是一般乐高那种平的板 然后它就直接可以钉在长臂上面 它这个钥匙环就是长这个样子 然后这个东西直接扣在那个 你的那个板子上面 所以我们家现在所有的钥匙 都是这样扣扣扣扣扣一排的 然后再来就是我出门 一定会放这个在我包包里面 我们家属于就是少年吧 而且我很容易长白头发 然后一长白头发都是长在 就是头顶这个位置 不会那么长就染头发吗 照镜子发现 诶我怎么好像长出白头发了 下车大家就看到了 所以我通常就会戴这个哦 它的用法呢 其实就是为了绑起马尾 然后你那边边会跑出 露出白白的部分 让你把那个地方补起来 看起来就是不会有白白的 可是我都把它拿来呢 当成是补我白头发的哦 它就是长这样 这就是粉哦 然后再来就是 这边会有一个粉铺 它就是这样子 然后你就可以补在 你那个白头发的地方 它遮盖力真的很好 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人 就是每次直播啊 就会问我手上带的东西 我其实不是那么喜欢 一直更换饰品的人 只有我的手表是比较会替换的哦 那这个手环是我爸 生妹妹之后他送我的手环哦 那因为这个手环 是没有办法直接拆下来的 它是需要用 就是像螺丝起子那种东西 才能把它开 就是打开 所以呢我基本上不太拿下来哦 那右边这边的手表 我就很常换了 我比较常戴的手表呢 大部分都是智慧型的手表 因为我有时候手机放在包包里面 会听不到人家打电话来 因为妹妹有时候要睡觉 就会全部转成静音 我有两个 一个是Apple Watch的手表 苹果手表最大的困扰 就是因为苹果手表的电池 就是需要每天都要充 后来呢 我爸又买了FITBIC给我 下手要戴这个是FITBIC哦 然后FITBIC它就是大概4天才需要充一次 主要是因为我想要知道 我每天睡眠的品质如何 就会拿它来测睡眠的状况啊 还有就是走路的状况啊 就会比较知道 这就是我目前最常用的小包 其实我今年开始 就是非常迷恋小包哦 因为我以前的包包都是比较大 那今年开始我就用很多的小包 如果很有兴趣的朋友 我就来分享 我自己有特殊几个小包 为什么我会买它 因为我觉得小包真的还蛮好用 尤其是当妈妈 没有那么多手 可以做那么多事 而且背起来比较不会那么的辛苦 喜欢我这个影片的朋友 可以记得帮我按赞 然后可以分享 然后如果还有你想要看的东西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拜拜